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重申一遍 这辈子不求你 下辈子不求你 我再求你 我真是你孙子我 我跟你说 赶紧吃饭 等吃完饭以后 妞妞放学回来以后 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 姐夫弟 这事你办的可有点过啊 怎么了 我刚才爱来回的求你半天了 张总女儿你不让进去 你让你老婆孩子进去 我老婆孩子怎么就不能进去呢 你老婆孩子凭什么能进去 我老婆孩子凭啥不能进去呢 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让你老婆孩子进去啊 我有票啊 老公啊 你咋找的 你怎么知道呢 我早就找好了 这不是想给你跟孩子一个惊喜吗 你老公太有本事了 真棒 来赶快吃饭吧 行 不是不是姐夫 吃完饭以后啊 带着孩子呀 人多啊 注意点安全 好吧 姐夫 完了以后嘛 这个 姐夫 抓紧时间 你知道吗 好 姐夫 像啥呀 爷爷 爷爷 怎么的 要上厕所呀 我上什么厕所呀 我是说这票你就给我吧 你说我这么大生意 这么多套房子 行了 看把你急的 那行 要不这票你就拿走吧 不行 那妞妞咋整啊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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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看什么 看了 看了也白看 妞妞那是我亲外甥女儿 我这么多套房子 这么大生意 妞妞能理解 你这么说吧 你回头跟妞妞说啊 你就说我呢 没找到票 就说我这当爸的没本事 对 对 他没本事 真合理 我有本事没 我有本事没 大点 一二三 妞 妞 妞 我说句心里话啊 你比我有本事 没有没本事 不不不 你比我确实有能的 但是这人 谁还不遇到点困难 遇到困难了 不是互相求 那得互相帮 你懂啊 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我得跟人家合作呀 大姐夫的一声叹息 正经这个事成了 你先怎么帮你吧 大姐夫 一会儿嘉南要是来了 那肯定得问我这个事了 是吧 我给他解释的时候 你就猛烈的点头 我只要把电话 放在你的耳朵边上 你就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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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好 高子哥 我来了 太好了 我正想找你呢 你先掰讲话 来呢 高子哥 这个是逛粮酒 蠢粮食酒 给韩安喝的 这个是火民老品牌 岂是以年安全无事物的灰扇马瑞奶粉 珍稀娟扇奶源的好奶粉 喝了能找大哥 给你喝的 拿着吧 不是 不是 不是孩子 你是不是说反了 酒再好你也不能给孩子喝呀 我喝奶长个儿 我都多大岁数了 还长个儿啊 你说反了 奶奶 来就来 不许带东西 听见没 我这豆丝帅那千顺缝给我漆的 是吗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呀 这何出此言呀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哎呦 奶奶远到二来 快坐快坐快坐 哎呀 你刚才在门口一叫啊 哎呀 当着个 哎呦 你爸爸的那个 那个高大形象啊 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不是 你等会儿等会儿 你掰老踢阿爸 我是我 阿爸是阿爸 我想自己干点事 变了 长大了 有志向了 好好好 哎呀 那你为什么一进门 就对我 横眉冷对的呢 你刚才在电话里 可不是这么跟我讲的呀 哦 刚才那个电话 是你打的呀 啊 哎呀 奶奶来来来来 嗨 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公司啊 发展得很好啊 搞得我很忙 你看 我这身上就俩电话呀 哎呀 我刚才正在接我们单位老刘的电话呢 哎 老刘啊 哎 老刘 你说 什么事 你看 这时候来电话了 这是你的电话 哎 老刘 你快说快说 哎呀 哎 哎 好 哎 好 你来来来 不行不行不行 哎 老刘 你快点啊 我这来了个电话 哎 那个 很重要 对对 你快点 哎呀 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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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刘 这样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个电话比较重要 好好好 我跟你以后再说啊 哎 好 哎 嘟嘟嘟 你被关了 啊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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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倒 不哭 都快不行了 你不哭 你别闹了 行不 王子的首富谁不打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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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总走了 来吧 哎呀我的天哪 钱总啊 你咋来了呢 这话说的 你都病了我能不来吗 你来我甚至欣慰呀 很忙着他 钱总 这话你就说远了 不瞒你们说 我刚刚还在飞机上 接到你的信息 我立马就下来了 你是跳伞下来的 跳什么伞 飞机还没有起飞 十多个保安没拦住我呀 是吗 你是不是也得 吃点什么罐头鸡蛋啥的呀 吃什么吃 吃 一天就知道吃 我给你吃泡的 钱总都病成什么样了 我还有心情吃什么 他别说 他这个朋友靠谱 兴许刚才咱们说 他这个病情啊 是有点小的 钱总 您都病了 当兄弟得劝你两句 你说吧 千万别放弃治疗啊 我不会 我不放 我很坚强 但是李总啊 我就是这个钱上 钱 不是问题 哎呀 太好了 来来我问你们俩 钱总还能挺多长时间呢 不好说 一年能挺住吗 够呛 半年呢 够呛 一个月能挺住吗 还够呛 那到底能挺多长时间呢 三天 三天 三天够了 钱总 这是你在我们公司借的五十万块钱的欠条 既然你还有三天 那么我给你两天时间 必须把钱给我还上 你名下所有的财产 包括这个房子 都将属于我 哎 这房子 别再说都没有用 两天之内 房产余见 拜拜 看着不是人哪 你不了解情况 你就别胡说八道 我都看见了 不是哥 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老乡你听我跟你说 他不是外人 他就是我们小区远近闻名的钱顺坟 我没 你别说话 来 顺坟 来来来 坐着坐着 顺坟 今天把你请的呀 就是让你来给断个案子 哦 是啊 兄弟 没事啊 有我在 你吃不了亏 听见了吗 钱总说了 有他在 他吃不了亏 我跟你说 顺坟 这是给咱们超市送水果的 每天呢 都骑一个三轮车过来 今天一不小心的 把一辆私家车给划了一下 哦 这情况是属实的吗 是怎么回事 那个车伤的什么情况 不仔细看呀 撬不出来 对 确实不住 不中呢 至于的吗 你至于这么对待人家吗 你就告诉那个车主 到4S店 打个蜡 喷个漆 不就完了吗 哦 顺坟啊 你认为这件事情这么处理 可以吗 那不这么处理 还怎么处理啊 哦 你可这 哎呦 顺坟啊 这我可没想到啊 哎呀 顺坟啊 我有个问题 我还得问问你 你说 你说 这个处理 你满意吗 我当然满意 我还想怎么这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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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坟啊 你说那车主 他有你这种水平吗 那当然是没有我这种水平啊 所以说大姐夫 我得说你两句啊 怎么呢 平常 哎 我在小区里乱停个车 哎 你看车出他 哎 追着屁股后边骂我呀 看没 现在还有伪装停车的 而且还出事了 这你怎么不管啊 啊 顺坟啊 兄弟 非常对 我告诉你啊 刮得好 我要是你 我把他后保险杠 我给他刮下来 啊 不用管 刮了白刮啊 不用赔 我该 顺坟啊 你怎么知道 这个车是伪装停车呀 那当然 确实是伪装停车 那当然 这车屁股都停了 马路中间去了 是啊 啊 哥 啊 照你这么说 我这个做法很正义啊 你不光很正义啊 哎 你还教育了那些不作为的物业啊 这是批评我呀 哎 我让他们知道知道 啊 还敢不敢伪装停车了 在这个小区里 除了我敢伪装停车 谁都不行 师父 哎 你这个处理太好了 行不行 这么处理行吗 好啊 哎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说 他用不用给这个私家车主赔一点钱呢 他赔什么钱呢 反过来这个私家车主应该给人家赔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三车车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伤害啊 对呀 好啊 好